iphone 每版卡地基性价比很高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弊端 想必入锁过卡地基的老铁已经知道卡地基会比正常国汉的机器耗电一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设置才能解决卡地基耗电问题呢 ok 接下来我们直接开始实操整活 首先要设置这个卡地基耗电问题呢 你必须有一台14pm 并且呢 我们是提前卡好了5g网络 然后接下来跟着操作 我们点击设置 点到蜂窝网络 然后我们点击自己号码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叫它小白卡 也可以叫它eSIM 然后我们点进去 然后我们把网络选择给它打开 然后把它点关闭 这个时候它转的会比较慢 有些人的话可能要一两分钟 然后这上面它没有显示网络 我们就先不用管它 有中国管店 我们就选中国管店 然后返回 然后语音与数据点进去 我们给它点成LTE返回 数据模式点进去 给它改成低数据模式 然后 把限制IP地址跟踪给它关闭掉 这样就可以了 那目前这个省电解决方案呢 可以将卡帖机的一个功耗从20%左右减缓到3%左右 以上这个操作是我自己实测下来的结论 可能呢 每个人的结论不一定会一样 你们也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方法 先去设置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用 如果有用的话 可以点赞收藏 好了 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五 关注我七年华香辈老司机 带你买机不被坑